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延燒 现在这把货也烧到教育界 中国教育部9日突然宣布 考虑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及两岸关系情势 暂停2020年中国学生到台湾就读 而已经在台湾就读大学的中生 可以自己决定是否继续学业 这禁令以下等于间接切断了 两岸学术交流管道 拖延了就是路深能够进入台湾 他们都有很多的抱怨 所以这次说不定就是一个反制 是有冲击 但是应该是在预料之中 即便禁止中生赴台就读 但中国对台招生的政策并没有改变 不对等的状况 让陆委会对中国罔顾中生权益 表达遗憾 而台湾2019年招收中生大学部800人 朔博班1500人 专科生本科1500人 总数约有3800人 其中又以私立大学最多 以108选年度来看 民传大学367人 文化大学近300人 府人大学249人 目前民传校方表示 18000名学生中 学籍中生仅占约20分之一 影响最大的是短期交换学生 每年约有1000人以上 单看这个学籍生 其实冲击并不会很大 但是如果说是一步一步的下去的话 那这个影响层面就越来越大 我们也都遵照政府的方向 也就是扩展这个东南亚的学生 新南向政策 就怕接下来冲击面扩大 校方已经转向布局 招收新南向学生 那也是因为我们大概在这一两年 就有发现说这样的一个趋势 所以我们也在逐步的在 进行一个分散风险的一个活动 日韩当作一个方式 那新南向的部分大概在 泰国还有印尼 也是一个目前的一个方式 学界希望等疫情告一段落 两岸的高教 可以不受政治角力影响 保持良好学术交流 毕竟教育是百年树人大业 关系的可是人才培育的长久发展 欢迎讯讯讯论简易林张远春 台北报道